大家好,我是陈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 Fenix的RC40 2016 Edition手电筒 这款是手电筒的外包装盒 打开这个盒子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 透明的携带盒 保存盒 保存盒打开是 往外搬这个 白色的口 就可以打开里面有 手电还有一些附属产品 这款是手电的本体 这款手电长272毫米 头部的直径为108毫米 身体部的直径为52毫米 尽重为1234克 这款手电采用了QXM的L2U2 LED灯 手电筒 手电筒采用了 航太级铝合金材质 涂层使用了 表面进行了军规三级印制 阳极氧化的抗膜处理 这款手电使用 这款手电使用 充电电池 使用之前 要打开尾部 把充电电池上边的帽子给拿下来 就可以精进使用 这款充电电池支持室内以及车内的充电 这款手电还具有1米的防摔落功能 以及IPX8的防水技能 接下来对这款手电的照明数据进行介绍 这款手电的最大的照明距离为730米 中心部的最大光强度为133200坎德拉 照明模式下一共有5种亮度 分别为6000流明的超亮度 最长使用时间1小时 4000流明的高亮度 最长使用时间为1小时50分 2000流明的中亮度 最大使用时间为4小时5分 以及500流明的低亮度 最大使用时间为18小时15分 以及45流明的节能亮度 最大使用时间为125个小时 除了照明模式以外 还有600流明的暴闪模式 以及500流明的SOS模式 接下来对这款手电的使用方法 进行介绍 这款手电的使用方法 这款手电虽然大 但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就通过这两个开关 左边这个开关是主开关 右边这个开关是闪烁开关 常按住主开关可以打开照明模式 常按住主开关可以打开照明模式 再次长按住主开关可以关闭照明模式 可以闪烁模式 打开主开关以后 单击闪烁模式 或是在闪烁模式下单击 主开关可以在照明模式和暴闪模式之间进行调节 亮度的调节 亮度的调节是在照明模式下单击 主开关即可在节能低中高超量之间进行调节 而闪烁模式下可以单击闪烁开关可以在暴闪模式和SOS模式下进行调节 该盘手电还有进行锁定功能 即同时按住两个开关 长按三秒以上 在两次闪烁以后 即进入锁定模式 锁定模式下 再单击任何开关 手电筒指挥 可以 两次闪烁表明目前正在锁定模式下 而想要解锁锁定模式即可 相同的方法 双按住 两个开关 长按住两个开关 直至打开手电 再可以长按住开关可以关闭 这款手电还有电量显示功能 尾部这四个灯分别按 满灯为满电 而如果单个闪烁证明电量不足 可以通过按这边这个圆形的按钮 现在表明目前有两个电 这款手电在电量不足时候可以进行充电 充电口 为中间这个 我们通过附属屏里边的充电线 这款是车类充电的接口 这个是普通的我们的插座的接口 充电以外 这款手电还可以作为移动电源使用 及给其他的设备经营充电 在比如说我们的手电 在充电之前要首先 自备的充电线连接上我们所需要的充电设备以后 再连接手电 手电的放电口是下边这个USB接口 插上以后 再按住这个圆的按钮 我们目前在充电下 这个手电完全充满电大约需要3.5个小时 以上是对于这款RC40 2016 EDITION手电筒的使用方法的介绍 还有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充电线 还有这款手电比较重 外出不方便携带 所以 这款手电比较重 副乳瓶里面有副尖 鞋带用的鞋带 鞋带用的鞋带 然后这个尾部的橡胶部分 这个尾部的橡胶部分 两个接电口以及这个橡胶的按钮都有 配换用的 配换用的布品 以上是对这款 Phoenix RC40 2016 Edition手电筒的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